记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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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点担心他们 不会说票的 不会的 你有没有想过 有可能你最不拿手的地方 你就赢了 那我念错了怎么办 不会的 你不会念错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没关系 什么没关系 输了就淘汰了 没事 没事 我那个时候很慌 因为我可能从小表达能力不太好 然后可能也思维没有那么快 所以我比较害怕 我知道她恐惧的点是什么 我非常清楚 而且我也非常害怕 我知道这是她的弱项 我就一直在鼓励她 我说你可以的 我说你要信你自己 我说我们有优势 我们的优势是你完全记得这些人 只是顺序的问题 你一定可以 她都认识 认识的都好记 我才笨 不笨 你超级棒 而且你只要记住嘴巴就不笨 老公 记住嘴巴就不笨 好不好 好焦虑啊她 这个女生真会夸人 情绪成熟度很高 要开始作答 放松 我相信她 我完全不担心她背不出 我完全不担心她背不出 陈昭 老师 方俊 老师 方俊 老师 郑涛 老师 卡门 老师 陈天华 兄弟 陆倩的妈妈 同学的妈妈 徐洪德 老师 胡同 朋友 王喜 朋友 徐凯师兄 余雪焦回答正确 余雪焦 李孟举成功晋级 好 开始作答 范语渊 闺蜜 渣婆 闺蜜 冯子童 闺蜜 陈杰 合伙人 花菜 合伙人 王兴仪 好朋友 陈德 闺蜜 男朋友 志明 好朋友 陈暖秧 好朋友 赵雪杰 好朋友 杨豪回答正确 杨豪回答正确 杨豪 徐一乔成功晋级 杨豪的预备夫妻是 郭子豪 邓卓英 你们是最棒的 你看他俩情绪是最稳定的 我觉得在相对 因为他本来就受伤了 对 你万一说进到下一轮 这更伤 其实未必是坏事 不想哭 不想哭 在今次的比赛里面 就 其实我们两个都成长了 成长了很多 就 普通话的成长 然后我们的感情也成长了很多 就像 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 我对自己好没有信心 第一轮比赛 我们可以得到前三名的时候 我觉得 原来我们可以的 嗯 我一直觉得 我会拖垮 他去比赛 不要这样 因为我的体能没有那么好 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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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样说 可是呢 在比赛里面 就我们都牵着手 然后每个菜市 我们都会很努力的 然后也看到 紫豪 他是一个很可靠的人 有我在 你不用比赛 来 他都不会怕辛苦 因为他怕我辛苦 我其实觉得我们已经赢了 你想想 地球上有极多的情侣 可以参加这个节目 我们都是很幸运 然后 这几天的经历 我觉得就是 嗯 丰富了我们的感情 很多很多很多 就好像我们书里面 多了很多演员 嗯 还有昨天 早餐听了大家的故事 嗯 我就 都会想 我应该要 多感应 我觉得你们 才配这个节目的冠军 你们也是 每个人都可以 大家加油 加油 我觉得 留下的人 会比他们走的人 更不舒服 这赛制是残酷的 我好像已经习惯了 但是我看到这儿 我一直在咧嘴笑 因为她爱情 真的是能治愈你的心里 就觉得 走虽然是遗憾 但也没有那么遗憾 最重要说 他们两个感情升温了 对 更知道她是让她依靠的人 嗯 那这个题目换到你们身上 你们觉得能够 能成功吗 这比赛 30个 我刚刚跟娜姐说了 我说我们其实是最好算的 教练 队友 哦 对 我们不知道怎么排的 我们就是从大到小 从总教练主教练 分管我们的教练 然后我们的队友呢 更好排 没有什么关不关系 按世界排名排 啊 哈哈 这都方便 世界排名我们大概都知道 你俩去能拿冠军 啊对 走过来过去 走过来过去 走过来 哦拍下来了 我要去哪里 就在这边 好吗 好吗 嗯 来 给你 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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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2022年以后 你给我 你给我 我每天我都要说 我会觉得你陪进你 我要跟第一只跟单狗 一直一直在你这里 我跟第一只跟单狗 一直在你这里 在三年前 还有三年前 我跟第一只跟单狗 不分开 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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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这都给你 你给我 你给我 哦 這 你也要 从头到尾都是个骗子 三个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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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过了两三秒钟才反应过来 因为我真的太没想到了 你刚刚为什么要在你妈面前说那些话 我没有想到 然后你妈已经觉得 你妈刚刚是不是问你在兄弟下的 没有 你不要 你不要 因为想去困你就脾气就整个人就不一样了 我累的我为什么是这样 你累的你知道自己情绪不好 你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 你不要把自己情绪回来 那你永远都不要在你妈面前说我任何不好的地方 我认为这是一个应该做的事情 我从来不会在我妈面前说你任何地方 就算是你当下 那我觉得会不会在你妈面前说你去做自己的 所以你去做自己的 不要去做自己的 快的快的 你去做这个事情 你去做这个事情 OK OK 那我看不清楚 不要 那你太快了 maximize 我会啊 对 我会啊 他e 等一下,你先控制一下情绪 你现在要去干嘛去 你不要再偷埋控制了 你过来过 我刚刚带你去 这会儿是长嘴了 我说觉得吵架它也是一件 不能说好事但肯定也不算坏事 而且你反而可以通过吵架来看到这个人 他的下限是什么 我想起当时知否里头 我那个舒兰 然后他的那个秀才 相公不就是最下限 就其实有的时候你在一起甜蜜不重要 最重要能不能长久过日姿势 你要看清楚这个人的下限在哪里 我喜欢我们假如说真有一些小摩擦 我们只要把这个事解决了以后 我们就要复盘这个事 运动员 我喜欢复盘 复盘 就是客观了嘛 对 因为大家上头的时候 就像下棋的时候 我们在里边的时候是看不到 我们坐外面的时候我们都明白 但是自己到那的时候就是容易上头 就是刚刚看顾燕熙就是上头了 控制不住了 我很支持新歌的这个吵架后复盘 打弯了 怎么样啊医生怎么说啊 我怎么感觉你的腿比昨天还严重啊 天好难过啊 哇 这么严重 看啊 医生说是又断了 哇 断了 韧带断了 因为他之前就断了 然后他做了那手术 我之前就做过手术这个腿 就断了 断一断 前脚叉韧带断 爬膝盖之前做过手术 两年前的事了 然后结果这个腿又伤了一下 然后可能 虽然我也很不想 然后也很 也很舍不得你们 然后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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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诚别哭 我们一个嗓子坏了一个腿坏了 真可怜 咱俩是搞笑担当的 患难夫妻 你越说话我也想笑 别动我笑 别哭别笑 医生看完和词之后 就明确告诉我 就是断了 然后我问他说 还能不能就像剧烈运动 然后他说坚决不行 一直拖着可能 今后要做更大的手术 在回来的路上 我想就算了吧 哇他也走了 我觉得我已经拼你全力了 他也拼你全力了 所以 就是我们运动员有时候 异地会比较多一点点 异地多一点 异地多一点 那更要讲 异地会容易有猜测 对 特别是你想他了 你 一定有 我讲到他这个 他笑了 我呢 你现在肯定有情况 很明显吗 很明显 还舔了一下舌头 我说你要告诉他 你想呢 就这样 我去回个微信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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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